極限加速過彎 日系品牌旗下小跑車 十年來大改款 融合GR賽道鞋桶 最大馬力提升到234匹 讓車迷熱血沸騰 不過受到車用晶片短缺問題 今年配額只有60輛 受限於這個配額的影響 所以今年我們首批的話 只有60台的一個銷售的一個台數 那我們未來在明年開始 我們希望能夠維持一年 能夠達到300台的一個銷售實力 明年才能衝出銷量 不只經典小跑車 台灣車市接連受到晶片荒 戰爭缺料等衝擊 河台車熟度下調年度掛牌數 從年初設定的46萬輛 下修至43萬輛 自家雙品牌部分 也下修到14.7萬輛 其中影響最大的救贖進口車 日系進口主力修旅 至於供應大減成為七月車市苦主 而三大豪華品牌也都因為油單 卻沒有車可以交而衰退 下潭至少要等半年 甚至連展示車也被搶購一空 缺車的狀況非常嚴重 所以進口車的數量 是比往年來講大幅下修的 那國產車因為大部分的料件 也是進口料件 所以也面臨跟進口車一樣的問題 進口缺車而國產缺料 像是中華車就遇到原本三萬美元的料件 最多花到一百美元 正常與否面臨兩難 全球性的問題 讓臺灣全年車市難逃衰退 下一個許志祥風下台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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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